哈喽我是我们的小薰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微星的年度旗舰 MPG272URX 它搭载的DP2.1的满速80G接口 我们一起来看下的表现 按照惯例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微星MPG272.1采用的彩皮的设计 配件方面包含了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份说明书保修卡 和一份校准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仪器是CE410 测试了三个射域模式下的色坐标 适用覆盖容积 如图 值得注意的是射准相 这次的摄样为32 最大摄差值 这超过了4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了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说安装成功了 整体安装的便利性 是值得点赞的 外观方面 31.5英寸以及27英寸 基本延续了同一套设计语言 正面三边窄边框 底部中央位置 是微星的logo 背部小背包设计 上方有微星的发光logo 平板底座 则不占用桌面的空间 支架功能型方面 它支持升降 抚养 水平和左右各九组的垂直旋转 整体调色阻力感相对一般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和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整体接口的丰富度还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会显示微星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整体低主板感受 画面非常通透 没有油力感 整体的色调偏暖 色彩艳丽 实测SG容积达到了144.74% 像素点方面 27寸4K210克的QDOLite 并没有发生变化 与第三代31.5英寸版本一致 但PBI由31.5英寸的140 提升到166 像素密度的提升 让字体显示更加清晰细利 二十一菜单方面 验尸微星的GI套件 操作的方式 为底部的五项摇杆按键 整体的操作逻辑很不错 接着我们来对它进行数据实测 对于空间方面 它模仁为P3空间 操作中还提供了 SGP和Adobe RGB的摄影所限 通过一切测试 SGP模式覆盖率为97.7% 平均摄准0.79% 最大摄差2.22% P3模式覆盖率为97.6% 平均摄准1.04% 最大摄差2.82% Adobe RGB模式覆盖率为92.3% 平均摄准1.04% 最大摄差3.06% 第三摄差主要出现在红色 Adobe RGB则为绿色 S加亮度方面 菜单中没有提供高亮模式开关 因此1%的APL窗口只有257L 全屏为241L S加亮度方面 菜单中提供的高亮S加1000模式 和低亮Tubelike 400模式 在S加1000模式下 1%到3%的APL窗口为960L 4%的窗口亮度开始下降 到15%的窗口跌破400L 45%的窗口为297L 全屏为245L Tubelike HDR400模式 1%到10%的窗口 都可以维持到400L以上 之后亮度开始下降 全屏亮度一样维持到245L 亮度和色度均度方面 从成像仪分析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右侧紫色区域的亮度 在240L左右 蓝色区域略低于230L 以国标25公格 测试它的均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3.17% 全屏亮度差值在8L以内 表现非常出色 色度均度方面 全屏色温在6293K 到6442K之间波动 没有出现过大的色温偏差 加上了全屏黑厂 OLED特性不发光 但QD OLED会受着光线影响 屏幕存在着反射 黑厂会从纯黑变为浅紫色 因此我们测试它在不同环境 光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 从结果来看 和31.5英寸的QD OLED基本相同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 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最佳可视角度 在40度左右 肉眼观测 没有明显的视角衰减现象 表现优秀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HDR 调节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因此不属于PWM调光 平散频率与刷新率同步 平散波动深度为8.679% 同时我们还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23L 此时的SVM值最高为0.165 远小于1 属于是CIE不可减的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蓝光波峰在455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8.71%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坚韧性的表现 实际上是DP为满速80G 2.1 SVM接口同样为满速48G带宽 菜单中提供了独立的DSC开关 连接PC可以支持到3840×2100 240Hz 10bit全范围输入 主机端支持4K48-120Hz 支持HDR和自动低延迟 Tip-C直连Mac可以支持到4K48-120Hz 支持VR HDR 同时C口可以支持反向供电 最高98W 输入延迟方面 在4K24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1.14毫秒 UTF曲线方面 菜单中提供的HDR1000和2BlackHDR400两种模式 曲线的调校相同 0-60的灰阶贴合标准PQ 60以上全程做滚降 是比较典型的保守调校方式 HDR10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P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融合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HDR1000模式为553L Tip-Liq 400模式则为373L 在海王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HDR1000模式为639L HDR400模式则为348L 这和我们之前测试的三星和外星人 小区块高光场景都在800尼特以上 相比之下 微星的实景亮度要低不少 这是调校的差异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整体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没有出现色彩断层 HDR游戏方面 高光场景一眼表现出色 像素质发光 精准控制灯光 枪火 以及更小的星空发光区域 加上OLED黑场不发光的特性 整体画面显得非常通透 在高APL场景下 用户可以接换了2Black400模式 黑场容易出现死黑的现象 纹理材质丢失 可以说暗部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游戏竞技体验方面 它原生支持240Hz的刷新率 在实际测试中 24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显现方面 它没有配备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一切测试 平均灰阶速度达到了0.339毫秒 属于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运动显现时间测试 在最高的刷新率下 比提为3.315毫秒 实际在观测UFO运动轻度的测试中 无论是本体的清晰度 还是后方的托尾 表现都很出色 在参战中 还提供了智能准心 狙击镜和夜视等游戏辅助功能 整体的游戏性能是很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地板的表现 拆开小背包 我们可以看到驱动版和电源版 主控IC是锐域的RTD2739 支持满速DP2.180G 和HDMI2.1 芯片旁边是微生的VL1034 提供版主控为三星底纸配芯片 左右两侧分别含有内存和闪存颗粒 面板方面相为QMB265AA01 除去尺寸外 其余参数和34.5英寸几乎已致 接着我们来看数据天地板 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它达到了144%的SGB容积 色域天地板排名第45名 SDL亮度方面最高为257L 亮度天地板排名第184名 SDL模式最高亮度为963L SDL亮度天地板排名第43名 亮度均度方面 在15公元的白点测试下 最大差距为2.99% 亮度均匀度天地板排名第16名 最后响应速度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平均挥接达到了0.339毫秒 挥接响应速度天地板排名第31名 运动显示方面 在240Hz刷新率下 BT为3.315毫秒 与其他240Hz OLED同级 最后按照惯例 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第四代QDOI的面板 出色的色域覆盖亮度 色温均匀性 26.5英寸 4K分辨率 PPI达到166 字体显示 对比34.5英寸 提升明显 2.机口配置豪华 满速80GDP2.1 Type-C可以达到98W的供电 3.OLED特性 原生10比特色深 纯黑显示 近乎无线的对比度 没有任何乐光现象 4.OS机菜单功能丰富 XD观影也很不错 同时 原厂面板拥有石膜系散热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1.射准最大值偏高 红色系出现色彩偏离 2.QDORI的通变 屏幕收的光线影响会泛指 导致对比度下降 3.S的调校方式比较单一 游戏中 交按场景 容易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甚至糊成一团的现象 高光素质 相比竞品也会偏低一些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微信MPG272URX的 全部的实时报告 如果大家用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